静态subnet之后缺省他就是ovr的这些路由了 然后回到r1上面我们再看说ip route 一条 还有一条还没出来 好了 差不多了 应该最终呢 达到的是一个 是个low balance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啊那条还没过来 上面这条应该是有两条的一个是r3过来的另外一个是啊过来的 我们看一下啊 啊在搞什么鬼了怎么还是还不发这个路由过来了 啊这个这个在收敛是不是真的有点慢了啊 啊清一下rp ospf我在这边清 啊这个他这个呢有点有点一个收敛有点比较缓慢 啊 性能不高 不是性能不高只是这个ospf他这个计算实际上我们现在执行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讲的比较慢一点要跟上 讲比较慢一点 收ip ospf 啊说ip route 这样应该起来了吧 嗯还是只有一条是吧 啊 啊 还是只有一条 我知道怎么回事 这样比较麻烦 收ip ospf database看一下 这个贝斯里面有 但他呢 没有放在楼表里面去我 收ip ospf这个database 是圈奴 200.200.200.0 那现在其实呢在这个r1上面已经收到 两条 lf5 实际上现在呢他都是收到了 可问题呢 就他收到的那条呢他他就只是把 这条 放到这个 放到这个 路标里面去 另外一条他没放进去 如果他没放进去的话呢 没放进去的话我们这样子来解决 我会解决一下为什么他没有放进去 我们先我们我们现在先 我们现在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这个 在负载 我可以 ip 路由 拍下 还是没有过来是吧 在RR上面是YPOSPFdatabase我们看一下 这个重分布进去了没有 应该应该是重分布进去了 那么他应该是把它呢 像这个应该是转发出去 但就说现在R13上面呢 是没有把这条路由放进去 那我们在R3上面清一下OSPF的这个进程 那么他应该就进去了 为什么呢 在我们待会就是会给你一个解析的 但是呢 就现在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个问题 我先实现一个负载 我们现在要达到的是一个负载均衡 我们现在要实现的是 这个负载均衡是吧 现在呢 呃 这应该呢是达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负载均衡 那么这个负载均衡是怎么样实现的呢 这个负载均衡它有一个守绝的一个条件 最大于呢 它这个match值啊 一定要是一样的 如果你在做成分的时候 你是手工的去指定了它的这个match值 然后呢在这个说法里 比如说你在R3上面指定了这个match值 要低的话呢 它在这个时候它会优选由R3来进行转大 可问题是如果啊 当两个这个match值是一模一样的时候 它其实呢 它还是会继续再选一次的 它怎么样去选择呢 那有一条IPOSPF border router 这样子一个命令 那这个border router这个命令是这样子形成的哦 那它主要呢是来标示现在你这个R1上面一共连接了多少个边界路由器 那么这个边界路由器呢它的范围非常广阔 那这个时候呢它首先会做一次判断它用来判断什么东西呢 它是为了去判断现在我连接到的这些asbr上面呢 有没有最短的那个路径到达的 有没有一个最短的路径能够到达 比如说 现在R2 R3 他们都相通告了相同的一条路由到我的这个OSPF一里面去 那现在你重复进来的时候你的这个match值都是20吗 而且你又是一起R2吗 那么你不管你经过的多少跳 你这个match值都是不会变的啦 那这种的时候它怎么样去选择呢 它就通过收IPOSPF router border router这条命令 来判断我连接到两个asbr上面去的这条链路 通过我是连到R2上面进呢 还是连到R3上面更加进呢 在这个时候呢去选择我应该是选择 从R2上面来转发这个路由呢 还是往R3上面来转发这个路由 对吧 那这个靠什么实现呢 LSA4 一样也是通过LSA4来实现的 那么刚才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一个重分部一个路由呢 是因为你看 R2我们连到R2上面2.2.2.2这台路上去的上面去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的这个开销值是74 然后连到R3上面去的时候呢 我们采用的是64的这样的开销值 因此在这个时候呢 它优选的是由R3这边转发出去的这条路由来进行这个 来进行这个转发 说让我看一下你看说让interface s0 那么这里呢就很清晰了 因为缺少的时候这个s0 它的这个cost应该是64吗 对吧 64没有人不会算了 人人都知道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把它改大了一个词 我把它改大了一个词 然后呢让它变成74 让它变成74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 在R1上面呢 只是选择一条大路由 就通过R3来做 因为R3它只需要64跳 R64块钱 那就它会达大了 但是呢 你要连到这个R4上面R2上面去的时候呢 你要花74块钱是吧 好 那现在呢 我把这条干掉 我会实现一个最普通的一个负载军行 Low IP OSPF Cross 好 那明天关一下门了 10.1.2 3.0 你你你你然后你你待会你重新看录像的时候呢 你会老是发现我老是在重复做这样子一个工作 那我干这个我干这个事情用来干嘛呢 啊 待会你就知道 这实验真的非常经典 所以呢 所以这个这个录像 那不会传到别的分布上面去的 好 好 那现在负了是吧 说IPOS 说IPLow 我们看一下 哎 好了 下个时间一个负载军行呢 对吧 一条通过R去转发 另外一条呢 通过R3去进行转发 没问题是吧 有没有问题 到到到到目前为止没问题是吧 到目前为止为什么呢 对吧 好 好